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现在开始进行7月22日下午2点40分 中央气象局防疫期间 第六号台风烟花 海上台风警报记者会直播 以及媒体线上采访 为我们解说天气的事资深日报员谢佩云 大家好 第六号台风烟花持续缓慢的接近台湾 在过去几个小时 它的移动速度很缓慢 所以整个位置跟早上没有差的太多 那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 目前下午2点 台风的位置在台北的东南东方 大约470公里的海面上 而预计未来它将会逐渐缓慢的朝西北方移动 因此气象局也持续针对台湾的东南部海面 东北部海面 以及台湾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提醒海上作业船只要严加的戒备 而在过去几个小时 台湾沿海的浪又更大了 我们从资料上可以看到 在过去几个小时的观测上 目前在台湾的北部海面 一直到马祖这一带 观测的浪高已经大于5米以上 而在宜花地区以及蓝宇地区 观测浪高也已经来到4米左右 甚至在台湾西侧的中南部的海面上 观测浪高也已经来到了2至3米左右 要提醒大家 从现在开始这段时间到海边活动都是有危险性的 而除了浪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风的部分也是要提醒大家 目前画面上的资料是风力的示意图 那图上越红越紫的地方代表风力越强 那可以看到整个台风的环流在靠近台湾这一侧 明显的是吹着北风 那因此呢在今天开始其实到明天这段时间 台湾附近的北风都是偏强的 要注意各沿海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 那图上也要跟大家说明 刚刚看到在西南部沿海浪也很大 那可以看到西南部的沿海虽然离台风相对距离是比较远的 中间还隔了一个中央山脉 但是因为呢这整个北风的环流可以灌进台湾海峡 所以在中南部的沿海还是带来明显的强阵风 在下午2点的观测 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这段时间 澎湖地区以及台中云林彰化 都已经观测到了9级的强阵风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风力的状况 而另外呢我们从图上也可以看到 花莲台东其实虽然相对离台风比较近 但是是属于被封测的区域 因此今天也出现了沉降的高温有来到36度以上 而同时今天全台湾的最高温 是出现在台风外围沉降的金门地区 有来到37.2度 接下来我们看到降雨的部分 从雷达回坡图上可以看到 台风本身的环流离台湾也还是有段距离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在接近台湾地形的时候 会逐渐发展出对流云系 那带来一阵一阵的咒语 因此今天台中以北地区的天气 是属于比较时情时雨的状态 当对流云系影响的时候 就会下一阵比较明显的雨势 但是云系通过后 有时候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阳光 那这样子的降雨形态 今天一整天还会持续 而越往中南部 下雨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少的 但是提醒大家 还是会有一些对流云系往中南部移动 那要提醒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以及马祖地区的朋友 其实在今天晚上之后到明天 降雨几率也是会逐渐的增高的 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 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而最后我们来看到雨量的观测 画面上的图是从昨天零点累积到今天下午2点的雨量观测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明显的降雨区域是在台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 而雨量最多的地方出现在新竹县的山区有来到269.5毫米 而苗栗县的山区也有208.5毫米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 由于台风移动速度相当的缓慢 所以这样子的天气形态几乎还会维持一整天 提醒在北部的山区 依然是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 而中部以北地区跟东北部地区 则是要注意大雨或者是局部的山区的豪雨 最后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因为在这段时间 从今天到未来几天都是属于大潮期间 是比较不利于排水的 所以特别是在北部这些降雨比较明显区域的沿海低洼地区的朋友 要留意注意积淹水的状况 以上就是这节的台风说明 这节的记者会到这边结束 下一场台风记者会将在5点40举行 谢谢大家 谢谢